网红贵妇奶奶 男友黄伯健 以及男友的父亲黄丽雄 涉嫌诈欺潜逃海外遭到通气 黄丽雄夫妻逃往海外近六年之后 在加拿大申请庇护交据 被遣返回台 今年清晨抵台之后 马上被上号带回市调战征讯 接着便被分别送往了台北地检署 以及士林地检署归案 面对记者的追问 他们沉默以对 传出两人在国外遭到黑道追债 所以主动联系调查局反台说明 也传出两人回台的动机 是因为疾病缠身 要返台享用健保医疗 在人员的借户萨 贵妇奶奶男友名医双七 黄丽雄与妻子 清晨五点多从加拿大返提台湾 机场直接上课带人 即使戴着口罩 人看得出长途飞行疲态 为什么会主动回案 为什么会要回台湾 面对记者追问沉默一对 网红贵妇奶奶与男友 恶性倒闭医美诊所吸睛十亿 而诊所挂名的院长 就是男友黄伯健父亲 台大前妇产科名医黄丽雄 三人遭够诈欺 遭通气前逃到加拿大 而黄丽雄妻子黄灵力真 也因为其他诈欺案件 遭到试检通气 逃亡海外将近六年之后 黄丽雄与妻子 因为申请庇护遭到拒绝 将被遣返回国 更疑似因为在加拿大 遭到黑道追债 两人主动联系调查局 表示有意愿返台说明 不过也有人说 两人会主动返台 是因为身体出状况 想回台用健保看病 你是回台用健保吗 全程沉默不语 经过早上厘清调查之后 黄丽雄与妻子黄灵力真 分别被送往台北地检署 与士林地检署归案 儿子跟儿子女友也要回来吗 贵妇奶奶男友双亲返台之后 贵妇奶奶与男友黄伯健 下一步动态也备受关注 黄丽雄夫妻 两人涉及多起诈欺案 遭到通气 如今回台 所有案件也将持续追查 记得综合报道